不过在立委补选之前 12月18号四大公投案就即将投票了 各政党也展开宣讲活动 表明立场 而原本台湾民众党在反莱猪 三接千离都选择投下同意票 不过在反核四跟反公投绑大选 则是不同意的两好两坏 但是其实党内民调并不停 所以改成了两好 甚至一度传出要变成四好 不过最近的公投宣讲 又再度变成了两好两坏 也哀算是看风向来改变策略 名嘴朱学恒就在脸书发文嘲讽 每天起床重新直闪一次决定立场吗 还说会不会变成两好三坏的满球术 四大公投投票12月18号登场 但民众党的公投立场却被质疑 摇摆不定 名嘴朱学恒脸书开栓 民众党公投主张又变两好两坏 是不是每天直闪着决定立场 明天会不会变成两好三坏满球术 原本民众党内定调 反来朱翰互找交投下同意票 核四重启公投绑大选 则是不同意 但月初一度传出 党内民调不停改成两好 甚至四好都是同意票 但近期宣讲又变两好两坏 党部就定调是两好两坏 但是对于核电跟核能事实上民众党是没有反对 民调确实也是有做过 那看起来是四好比较多 这个也没有什么叫党的决策 难道总统决定这样全国全部要同意吗 主席才说没有党意 但就连党内发言人同样在脸书喊话 回到两好两坏立场 被民进党炮轰 看风向改变策略 民众党在公民投票的议题上 举棋不定 三天两头看民调 看风向 看心情在改变策略 民众党在两好两坏的定调上 并没有改变 主帖就是护藻礁 护石岸还有护台湾 保留了弹性的一个讨论空间 核四要停掉藻礁又不盖 那真的要用爱发电是不是 根据了解最大争议 就在护藻礁三接千里 与核四公投一好一坏 立场矛盾 等同台湾没有发电方案 白色力量公投选奖主轴 选择保持弹性 就怕引起党员反弹 接着从讲 刘伟辰 台北导